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阿苏的冰糖心苹果 不过呢,不是每一个苹果都有冰糖心的 是大部分有 这个苹果买回家以后放到冰箱冷藏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你放在外面,它只要天一热,苹果一热 它的冰糖心就会自动消失 这是它的特点 但是不用担心,冰糖心虽然会消失 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 脆,枝多,甜 因为在阿苏是在我们新疆的南疆嘛 它日照时间长,昼夜风擦大 所以呢,它的生长周期时间长 而且这个苹果自然成熟的 长时间日照,长时间生长的自然成熟 品价不太好,长得难看,小 其实我们阿苏苏苹果长就这样 没有那么多华丽 我今天晚上开直播我就会卖这个 80到90的,这个价格也高 比前面我在直播间卖的那个 70到80的苹果要高价格 有些苹果吃到嘴里面虽然大漂亮 但吃到嘴里面它是比较噎人嘛 果汁比较多,这个苹果虽然长得一般般 长得一般般 但是吃到嘴里面,它的果肉你多嚼多嚼两口它会化掉 说了这么多,我们看一下这个苹果到底汁多不多 肉质怎么样,我们做个实验,把它打个枝子 走 放到炸鸡鸡 直接切进去就行了 我们连果瓣一起给它砸掉啊 就去就去就去 苹果,苹果 给 它就总共 总共就这点果渣,看到没有 而且这是连果瓣一起砸的 就这点果渣 虽然长得一般般不好看 但是它的果汁可以把一个苹果砸出来这么多的果汁 没有加一滴水 祝大家今天有个好心情 晚上八点钟,我们不见不散 哎呀,整天 我说 咱绝珍 生二 检 Kol